心理敲敲门 在收听之前 如果你习惯在YouTube收听 请帮我们分享按赞留言 那如果你在Podcast上收听呢 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 他找不到帮我们评分的地方 所以我们特别在心理敲敲门的粉砖上面 制作了一个置顶的贴文 上面 你要看Podcast的要先去FB是吧 很不直觉是吗 对啊 我研究一下 可不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Podcast下面 算了算了没有关系 好总之就是 心理敲敲门的FB粉砖 有一个贴文是教你 怎么去我们的Apple Podcast 帮我们评分 然后投票 然后记得一次要花五颗星 这一点我真的常常讲 OK 所以Apple Podcast才能留言对不对 其他的就都没有留言的机制 对对对对 好 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把我们的连结分享出去 这都是我们制作节目 很大很大的动力哦 嘉玲啊 我今天要跟你谈一个严肃的问题 很严肃吗 是 是我长久以来对你非常非常深的嫉妒 深的嫉妒吗 对 还是深的气 深的嫉妒 什么东西啦 已经不只是气了 就我已经嫉妒到 你的某一种能力 并不是你的美貌哦 你不要画错重点 我觉得应该是美貌 我怪我自己 我自己提出 我不想要回答的问题 我嫉妒你的是 为什么你看东西这么快 为什么你好像 也没有少玩到 然后你该做的事情 也都有做到 是 而且我还提早完成 对 为什么 到底你 我真的很不想讲凭什么 就凭脑袋里面的容量 脑袋里面的素质不一样 我不知道耶 脑袋里面它长怎样 我不知道 好啦 就是 我再聚焦一点 我的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快的 看完书 而且你又很快的 去掌握他们里面的 那些逻辑 是 所以你想问我 怎么读书的 学习方法 是不是 这个是根本啊 好 这个是我最想学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也有一些学员 问过我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可以 不只是念书 我消化 消化资讯的速度 非常的快 对 然后他们很想学 然后我就心里想 我自己在里面 我会觉得 这有什么好学的 啊不就 看过去就应该要懂吧 就是你没办法 问一只鸟 你为什么会飞是吧 嗯 但是会不会太骄傲 好啦 你回答问题啦 好 我来讲解一下 拆解一下我的流程 但 这真的是我自己 可能 因为我自己真的太熟了 而且这么多年 从小到大的 累积来的 可是我确实有一些心法 我觉得有一些人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那大家可以听听看 我的做法 那你也可以练习看看 嗯 就是其实我在 读东西 我从小就是这样 我不太背东西的 嗯 我会花最快的时间 全部浏览一遍 然后去理解 他到底在讲什么 你光讲到这里 我就已经想深呼吸了 因为我们都背的要死要活的 嗯 我觉得背是其次 我小时候也要背啊 我也会有背那个 国文的厨师表啊 嗯 然后什么 什么 课文 我都还是有 而且我在背的时候 我还是痛苦啦 我的记忆没有真的好到 过目不忘 嗯 这样子 可是 我在 嗯 看东西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都是先去 确认我自己有没有读懂 嗯 读懂对我来讲 很重要 就是如果我没有懂的话 其实我背出来的东西 我也会觉得 它跟我距离很远 嗯 那我 我先讲就是 像现在我在看一些书 即便到现在 我 因为我要做有声书评嘛 对 那你看我有声书评 有的时候 一讲就要讲三四十分钟 对 但你的笔记就只有 半张A4值 对 我其实 没有太 就算我要讲书 我也不是去背书 我其实花 很多力气的是 去理解 这整本书的精髓在哪里 那怎么进去呢 怎么进去理解呢 杨老师 先让我讲完好不好 理解 可是我知道有一些同学就是 他得一定要做笔记 他才会觉得有记下来的 感觉 他才会觉得是吸收的 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做这件事 那也没关系 可是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做 嗯 因为这样子你其实没有一个全貌 没有一个对于这本书 像个地图一样摊开来 你不知道最终要去哪里 而且这本书到底最终会不会是你要的 其实这些都你还没有确定的时候 你就那么快的进去做笔记的时候 其实嗯 我觉得会有一点太辛苦 OK 然后我做笔记有一个技巧 嗯 就是我其实都只做关键字 关键字 像我要做课程嘛 那因为课程 他会要读的书比较多 然后有很多的研究啊 或者是有很多的发现 那这个我也不可能全部记 嗯 可是因为要做课程 有时候我要写课程的时候 我要回去找 嗯 那如果没有笔记的话 我每一本都要从头翻 我会很辛苦 嗯 这时候我会做一个方法是 我会写关键字 我在打的书摘啊 大概只有我自己看得懂 应该别人都看不懂 就是 我会打开来 然后我可能会觉得 某一个研究很有趣 我就会写那个研究的 我自己看得懂的关键字 然后我后面就会写 哪一本书的第几页 哦 我没有要整篇抄出来 没有 我就只是让自己知道 它有点像是路标 是是是 书一整本书就是一张地图 然后我只做路标 然后我只要看得到那个路标 我就知道回去找那里 OK 就好 嗯 所以我会觉得 这是我自己跟我自己 嗯 就是玩的游戏 嗯 就是 玩的小游戏 书对我来讲 它就是一个游戏 然后我不会觉得好像 它比较厉害 它比较大 我要听它的 嗯 没有 我会觉得说 怎么样我们可以一起玩这个游戏 我会觉得很好玩 我会觉得很好玩 嗯 对 你自己会做 嗯 然后我会觉得 嗯 书对我来讲啊 嗯 为什么我一直都说理解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大脑是CPU CPU 它是用来消化讯息的 它不是用来记忆讯息的 它不是记忆体 它不是硬碟 嗯 你用大脑来当硬碟的效率会非常的差 因为你就问Google就好了 嗯 对 对你就 你 那我看东西很快 嗯 那个可能是我训练很久的结果 嗯 你如果直接要学我快 你一定会很挫折 就你跟我讲 我挫折过上百遍了 你就有讲过嘛 你跟我一样看过去之后 你就发现有看没有懂嘛 对啊 那呃 我觉得应该回到我的 我的理解 从我的一开始 就是 我前面会花比较多力气 去训练我的理解能力 嗯嗯嗯 可能我小的时候也还是慢的 就是慢慢理解嘛 因为对这个世界的 认识啊 规则 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我会花比较多力气 去理解它 嗯 然后我也不会 刚有说就是好的书 我才会看第二遍 那意思就是有大部分的 好的书 对大部分的书 我其实只看一遍 那那杨老师的定义里面 什么是好书 很好的问题 这个答案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来 愿文奇想 因为啊 我觉得好的书是作者的责任 不是读者的责任 嗯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如果我 看的时候 我觉得很看得懂 然后我觉得这个作者 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他是有逻辑的在写 然后东西也写得让人很好读 我就觉得它是好的书 OK 反过来讲呢 就是如果我读的时候很痛苦 嗯 我第一时间其实不会去 质疑自己的能力 或者理解力 我会先质疑 这个作者到底有没有懂 他在写什么 哇 我听到 我听到你跟一般人 不一样的地方了 嗯 就是你有 我真的觉得你的自信比较稳 嗯 对 可能我自己以前也有一点 有一段时间对自己的 是没自信的 所以我经常会有一些书图不懂 我就会想说 应该是我有问题吧 嗯 对 不排除 有可能我们自己的理解 有可能是我真的 我还不够格 嗯 可是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当过作家 是 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就是 不管你的东西有多难 有多专业 如果你是要写给一般大众的 嗯哼 我在书局买得到的书 应该都是写给一般大众的 对啊 他不是写给特定专业人士的 那应该是教科书 对 可是如果你是写给一般大众 你的 你的锁定TA就是一般大众的话 嗯 那不管你的专业有多难 你必须 作者自己 必须自己消化成 别人听得懂的 这是他的责任 他的功课 对 这是一个专业 应该有的展现 好 会不会很严格 像我自己写书的时候 我也花很大的力气 是在这件 你看我的书都很好读 嗯嗯嗯 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觉得 哦这么好读 应该没什么料 其实很难写好不好 因为太好读了 嗯 可是我自己觉得 呃 一本好的书 它除了带给你 知识上的启发之外 它让你可以享受 在读他的乐趣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嗯 因为就像一部好的电影 你的寓意再深刻 你的男女主角演技再好 可是你就是看不下去 你就不知道他在演什么 对 那这就是 嗯 可能导演没做好他的事 如果观众 就很直觉的 花钱的观众 就会觉得 这什么烂片啊 对啊 所以观众从来没有怀疑过 自己理解能力嘛 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只会觉得他很烂嘛 对 导演很烂嘛 对 可是你在读书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有同样的态度啊 嗯 是什么让他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看不懂 哈哈 所以 我 我觉得这个 可能是一般人 我会这样想的 是 是 我自己写过书 所以我知道 我偷偷跟大家爆料 嗯 你觉得整本书都是重点吗 不一定 我跟大家偷偷爆料的时候 有些时候 我会觉得这一段 我就是拿来充数的 就是 嗯 我写写写写到这 觉得嗯 好像又有一点什么 不然这一张的份量 有点少 嗯 所以我就再多写一点 所以我后面再多写的 其实对我来讲 我知道那不是重点 嗯 我只是觉得 让整篇看起来 不要太短 整篇看起来 你是说 他需要再多一点点的篇幅 嗯 比较好桥接到 你的读者可以 懂下一个段落的 那个 没有 那个桥 单纯就是觉得 你知道成书的话 至少要几万字吗 你这么诚实哦 对 我要诚实啊 大家才知道 创作是什么啊 才不会觉得 哦他好厉害 不会有一个 错误的想象在那边 觉得人家写的 每一个都是 对 自制精华 n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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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一本书大概几个字吗 是不是基本要六万 正常 如果你去一般书局 现在的开架 他没有那个 行间距很宽 字很大 天跟地都留很多 的话 正常两百多页的书 到三百页的书 是六万个字 嗯 差不多 所以你拿起来 会有一点厚度 为什么一定要六万呢 因为你太薄的时候 做 读者就会有一种 啊我这本也是三百 没有分量感 那一本也是三百 那这本字比较少 你知道大家就会开始 讨论CP值这种事 你再讲下去 你出版业的朋友 会不会请你 那就是 就是来拜托你 不会不会 可以跟大家拆解 然后跟大家讲 有些书是 有穿魔术雄罩的 魔术雄罩是什么 就是它的妆帧 会让它看起来很厚 可是其实里面 没什么料 哦真的哦 所以你当你跟书 在一起久了 其实你会把它 放在一个比较 崇高的位置 平等的位置 哦 你跟他在一起久了 哦久了 你如果不常 跟他在一起 你就真的会觉得 你从小大家都说 要念书 对 所以他比较厉害 对 我就是这种想法 no 当你书读久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 你跟他是一样的 高度 然后 有一些游戏规则 你会知道说 哦 出版社的人 为什么要怎么做 然后你就会去想 你就真的会比较去想 每一个人写书的目的 也不太一样 每一个人的文笔的 程度也不太一样 所以有些时候 读不懂不全是你的错 嗯哼 作者自己啊 负担一个责任 哦 我觉得你今天提醒 这个观念还蛮重要的 就是把我们拉回 跟书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 就不会觉得 他什么都是对的 对 然后一直在质疑自己 对 而且我会发现 如果我一本书 跳过的东西太多 就是我读不懂的东西很多 哦 我读不下去的东西很多 你就要记住 这个作者是谁 下次不要再买他的书 对对对 我就会跳过他 我就会放弃这本书 哦 我不会坚持要把这本书读完 嗯哼 我会觉得 你说服不了我 那你就到旁边去 这样 好 那我问你哦 嗯 我们刚刚是问了 什么叫好书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 我真的拿到一本好书 然后我也渴望 可以多读几本书 我要怎么提高 自己的阅读速度 好 这也是你另外一个强项 我觉得理解力很重要嘛 嗯 所以呢 你要训练自己的速度 不是叫自己看快一点 那个东西没有用 嗯嗯嗯 因为你看快一点 你还是读不懂 还不就是只是翻过嘛 对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其实最好的测试啊 就是 你读完一段 或读完一章之后 你找一个人讲给他听 哦 盖上书 或者是说 只记了几个关键词 然后你就真的试着讲 如果你在试着讲的时候 你发现你讲不出来 那就表示你可能理解 还不完全 我也会有 我到现在还是会有 我看完一段 然后我觉得我很澎湃 然后我就跟旁边人讲 然后我就发现 我自己 诶 讲得哩哩啦啦 嗯 那就表示我的 还没有完全理解清楚 对对对 还没有整个掌握住 所有的概念 嗯嗯 那这个些东西就是 平常 呃你没事 像我没事就喜欢 找人讲话 嗯嗯 就是那个理解跟表达 是日常生活当中 你就都要练习的 是 不是只有在做 简报的时候 才会需要这件事 就是 当你看到一个新闻 也可以哦 就连新闻这种东西 或是网路上的一些文章 你多了很有感 然后你也某些东西 被触发到了 是 那你也就可以说 诶 我跟你讲 我今天看到一个东西 看到一篇文章 他在说什么 嗯 其实你在说他 在重复他的时候 你一定就是 启动了你的理解 如果你没有理解 你是说不出来的 真的耶 我其实经常 在你身边啊 然后就 有时候你看到一个新闻 或者是一条什么消息 你就突然从内子宫 联想到外太空去 然后我就想说 蛤 你怎么有办法 做到这种地步 然后你就悠悠的 回我一句 我平常没事 就在做这种事 然后我就想说 哇 当你的脑神经好忙哦 那永远没有在休息的 会啦 会啦 像我前天 我们是一起看到 老高的一则 那他老高在那边讲啊 然后我记得你 跟我一起看吧 然后你觉得 因为老高有时候讲的 有点难 什么时间维度什么的 对 你会跟不到 对 然后我就一想 哎我听懂了这样 然后我就要暂停 我说你懂什么 你讲 你现在第四维度 还是第五维度 然后第五维度 是怎么理解的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 一个小秘诀 就是 如果你觉得 书中的道理都是真的 那你会把自己 变成是一个 好像去挖宝的人 就很像你去 找一个藏宝洞 然后你会觉得 哇 看到一个藏宝洞 然后你就里面 有很多金银财宝嘛 那一般人看到 金银财宝会怎样 搬啊 用力的搬 放在自己身上 有口袋 有多少口袋 就通通放 开卡车来搬 没有 你是说没有卡车的意思 没有卡车 就只有你自己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 把书当成是一个宝库的话 然后你觉得 看到什么都要放在身上 你想想看 你身上都是金银财宝 你可以走多远 回答 你就 应该会被压死 不然的话 就是电影情节那种 你就为了要保障 不要命了 最后机关就崩塌 对 我的态度就是 书跟我之间 不是它是保障 我要挖 然后带走 我比较像是 我的态度会像是 我自己也很能赚 然后你那边 书里头有好的门路 也有赚钱的管道 我去那里看一看 我去看一看 这里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 也是个不错赚钱的管道 然后我会跟他一起讨论 我们要 你那边有什么 跟书对话 你那边有什么 我这边有什么 然后我们一起投资 某一个项目 这个是个隐喻 不是真的 某一个项目 就是指某一种新的思想 或者是新的观点的激荡 对 就是我是这个态度 我不会在我身上 放非常多金银财宝 因为我走不远 而且你会发现 你很多时候会觉得 这本书讲A 是这样吗 然后另一本书讲B 是那样 然后A跟B是互次的 OK 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吧 有 一定有 比如说养育小孩的书 最长假 一个跟你说要 训练他自主 一个要跟你说要 爱的教育 对 然后两套是打架的 你要怎样 所以对我来讲 我都是去看一看 然后我去看这里 有没有我要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你好像 假设这本书是宝藏的话 你进去 你会找到那一颗 最珍贵的海洋之星 你只要海洋之星 对吧 可能吧 对啊 就是我觉得 嗯 我也是会推荐别人看书的人 然后不然我做有声书品 要干嘛 对啊 可是我会觉得那个就是 我不会觉得我推荐的 每一本书都是好书 然后书中的每一个道理 都是我认同的没有 嗯 其实很多时候一本书 我大概只觉得 只有一张写的很好 嗯 可是我觉得它不 不会 不会就不是一本好书了 嗯 它还是一个可以去读的书 但我不会觉得 我所有的东西都要记下来 OK 我就是觉得 我们来残雄一下 OK 我们一起来投资什么 那如果我觉得 这个东西我真的 残雄了 然后一起激荡出很好的东西 我真的觉得很棒 嗯 我才会去告诉别人 说 诶 这个这本书真的不错 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你读书的重点在于理解 嗯 然后你会找到它那个 最珍贵的观念 或者是思想 嗯 然后你去跟它对话 对 重点是产生出自己的嘛 对不对 对对对 这就是你阅读的逻辑 对 我觉得 这个可能小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是这么做啦 嗯 但是我觉得渐渐长大的时候 我也在问我自己 为什么我可以看这么快 嗯 然后一般人都很慢 到底差别在哪里 对啊 我觉得一般人对书 都放在一个太崇高的位置 嗯 觉得他不能错 他不会错 他是你错 然后他不能被挑战 可是没有 我常常觉得 书就是一家之言 你的论点就是这样 你受什么训练 你就会写这样的书 对 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像我们心理学 也有嘛 认知学派 嗯 比如说 心神分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切 嗯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角度 嗯 看同一个问题 看精神 啊 思觉思调症 就会有思觉思调症的解释 嗯 好 但是如果是从个人心理学派来看 它又是另一个解释 OK 那你问我 我在读的时候 我到底要听谁的 嗯 其实 小的时候也还是会被卡住啦 嗯 就是觉得 诶那是不是这个比较对 那个不错 那个是错的 但渐渐长大之后 你就会发现 他们都同时存在 嗯 这所有的解释都同时存在 就是你资料或者是书 看得够多的话 你就会知道 其实真的很多说法 然后你会 就不会再去找标准答案 OK 因为你知道没有标准答案 嗯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那个当下 作者或者是那个 学派觉得最合适的解释 嗯 然后这个学 这个学派也有可能 随着时间的变化 他有更多的资料之后 他会自己推翻自己 哦 有耶 所以你不用太 太focus觉得 嗯 书讲的就是对的 嗯 或谁讲的就是对的 然后一定要听他的 才会是好的 嗯 这个东西要先打破 不然的话 你跟书之间就会变成你 你好像一直是 读的时候很有压力 嗯 然后你觉得读不懂的时候 你都觉得是你的错 那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这么多年来啊 就是你觉得你 这一套 嗯 你这一套 可以算是阅读的 技巧吗 嗯 还是你这个阅读的肌肉 你是怎么锻炼的 哦 好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对啊 嗯 如果我们也想跟你一样的话 要想办法自我锻炼吗 我觉得 讲一个关键字 就是 大家最近 很流行重量训练嘛 是啊 就是 雕塑媒体 那个男生就要 二头肌 嗯 然后胸部要看起来就是 就是有muscle的 对 看起来不要三散这样子 对 也不要松松的 六块腹肌 然后女生也是嘛 就是核心要有嘛 对不对 不能只是瘦这样子 是 我觉得阅读的 逻辑就是 你要训练你自己阅读 是一样的 就是 嗯 只要你会念书 只要看得懂字 嗯 其实你阅读就没有问题 是啊 是 但是你一开始 不要贪快 就像你 做重量训练 你不会一下子 就要拿二三十公斤 应该会受伤 对对对 你会受伤 所以同样 你在阅读的时候 也不要一下子 就要挑战 一次一本 哦 或者要很 我就看过有些人 很奇怪 他一定要说 我今年要下定决心 读个一百本书 说真的 我也没有 一定一年有读到一百本 嗯 如果我今年有读到一本 非常棒的书 改变我很多思考的书 我觉得就很够了 嗯 对 我其实不是追求数字的人 好像 关于练肌肉 或者是练理解力 这件事情 也是你的名言 就是慢慢来比较快嘛 就是 重点不是数量 重点是 你过程是怎么做它 比如说 嗯 你只要有读 字的能力 那你一开始真的不快 你就一页一页慢慢读 可是理解很重要 OK 理解才是最根本的 嗯 你只要懂了 所有的理解能力 是叠加起来的 你可能刚开始读 ABC 各别的事情 很辛苦 是 因为你没有经验 或是你的理解力 逻辑还没训练 或者是底层基础 还没打起来 对 可是你就慢慢来 把A弄懂了 弄B B弄懂了弄C 然后就这样慢慢慢慢 前面都很慢都没关系 你可能到E之前都超慢 重点是有开始 对 可是突然你会发现 有一天 你不知道为什么 读了一个G 嗯 你就全懂 一下子就懂 嗯嗯 还把前面都都串起来 对 就是 呃 所谓的开窍啊 嗯 就是你有听过人家说 哎 这个小孩突然开窍了 嗯嗯 我觉得开窍 大家会怕重点 在那个moment 可是我自己觉得 我开窍 的时候 其实 那个moment只是 神经串起来 可是在神经串起来 之前每一个地基 都要去打好 前面已经准备 酝酿很久了 对 嗯 所以那个打地基的过程 不会少 只是它不明显 嗯嗯 然后 呃 我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慢慢读都没关系 但你一定要理解 然后讲给别人听 对 那才是真的懂 真的 要能够讲给别人听 你的那个理解程度 就又往前一步了 真的 所以为什么 有些作者写不好 那是他的错 不是你的错 嗯嗯 是因为他没有理解透 然后我有一个习惯是 是 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会挑一些 知识含金量比较高 嗯 然后系统性 论运输比较足的书 嗯 可能你一看他那种书 就是大头书 就很学术性的那种吗 是不是很学术 不一定 嗯 可是他真的读起来 嗯 每 他的作者每一个 每一个字句在写的时候 是真的是扣很紧的 嗯 像有一些心灵书 有没有 心灵鸡汤的书 就很松 还很松 就是你不用每句话都读 你也会懂 可是也有些书是 你真的要每一句话都读 不然后面会读不懂 对对对 你是 就是作者是言简易该行的 嗯 那像这种每一句话都很 愁的书啊 嗯 嗯 你不用常常读 好 你每一本都读这种 你会失去阅读的乐趣 嗯 我自己也没办法 嗯 可是我会 我会训练自己 因为像这种书读不快 但是他会又再一次的训练 你的理解能力 对 然后会有系统化 跟概念化的能力 嗯 因为你要读懂它 其实你要花比较大的力气 是 那我就觉得这种就是 训练核心的书 嗯 重量训练的书 嗯 你读的时候比较吃力 就像你要做一些重量训练 嗯 你过程会有酸 训练你阅读的核心肌群 对对对 然后如果连这种书你都读懂了 嗯 就花很多时间没关系 但你读懂了之后 你回头再去看一些畅销书 嗯 你会觉得你突然会轻功了 你知道吗 哦 懂 就是那种 呃 有点像 奇隆珠那种 悟空每天都穿着 嗯嗯嗯 很重的 训练的衣服在身上 所以他有一天脱掉 他就可以力量很强大 对对对对 就是 你如果连这种书都读得懂 你回头再看一些书 你会觉得 哎 很容易 然后你自己就有信心 这样子 但是 不要每一本书都这种类型 嗯 那同时也不要每一本书都很松 嗯哼 它是交替的 OK 如果我最近都读一些很松的书 我就会有一种很腻的感 就像甜点吃太多 你会有意识的帮自己换一下口味 对 有些畅销书其实是甜点 嗯 吃第一口的时候觉得还不错 嗯 但是你吃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腻 OK 这时候我就会换别种口味的书 哦 但是如果每天都只吃正餐 牛排 你也会觉得太饱 哦 你就会想去吃一下甜点 嗯嗯 所以他有一点是这样交互 的 交互运用 嗯 然后去训练你阅读的 呃 呃 就是畅销书可以训练速度 嗯 然后一些比较含金量多一点 大头书是一定训练你的理解能力 嗯 那这两个都是在交互训练的 OK 嗯 好 那我觉得你身上 还有个东西就是 你也还蛮能够把你 读到的 资讯变成你可以用的东西 嗯 就是你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无论在你的工作 或者是你的生活上 嗯 我觉得这个部分在你身上也是一个 还蛮厉害的能力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 好 我知道 有一些人 这 不小时小的时候 大家写作文老师教坏了吗 嗯 就是老师不是都会说 他呃 经据名言 对不对 嗯 所以我发现有些人 会很想要背下书里的字 嗯 然后觉得要跟别人讲的时候 要讲书里一模一样的东西 才叫做厉害 对 才叫高大上啊 no 我觉得我可以讲得出来是 我常常觉得我才是厨师 书是食材 嗯 我不是在讲书的内容 我其实是在讲 我读了之后 我真的用出来 或我思考之后 我的体会跟发现 因为我讲的是我的体会跟发现 所以它是我的 对不对 是 我不用去背某个东西 对 所以他讲我 我自己讲我自己的东西 当然是最活泼 最生动 对 最有感的东西 对 你最有体验的啊 听起来就会最好听 是 所以重点不是书讲了什么 而是 你透过书讲了什么 你的理解 你消化之后 你讲你消化之后的东西 不是去讲书里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书里有些东西 如果你还记得 你可以顺便才说 我记得那本书里头说了什么 是他来辅佐你 你以你自己为主 嗯 因为除了工具性的东西之外 你可以很清楚讲说第一条是什么 第二条是什么 不然大部分的书 是没有办法这样表达的 嗯 你想想看 红楼梦你要告诉别人 他到底在讲什么 你要从第一篇这样开始讲起来 讲爱情故事啊 对 你就会直接讲你的体会 我的理解 对 你只要讲你体会就好 而不是去讲 哦 贾宝玉是谁 然后林大玉又怎样 然后 没有大家观众睡早了 对对对 所以就会不好听 嗯 可是如果你把 把红楼梦看完之后 你给他一个 更深刻的隐喻 更深刻你的理解 嗯 哦 那他就会变得很好听 但他就会想要听你这么讲 我刚刚有抓到一个重点啦 嗯 我发现啊 我们之间的差别在于 你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嗯 而 像我 以前如果很着语 把那种学到的东西表达出来 是因为我把焦点放在书上面 对 我就会一直要 一直要记得他 你要迁就他 是 是 所以有时候我看你的稿子 我就会说 资料是死的 辅助 而且你不要被资料套住 嗯 有没有 我常常 一样的资料你拿到 我就我就说 那你就怎样这样这样 就窜起来 对 然后我就会生气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样这样 你就通了 而且我还 我还被你说服了 对 然后我就会说 因为你太 把资料放太高 好 是你在用资料 不是 不是你 你被资料限制住 OK 如果你被资料限制住 那就会写出很死 很没有生命力的东西 对 所以是 你看我从前面开始讲 为什么我说第一件事理解很重要 因为理解是你在理解 这是所有的基础 阅读并不是在看字 其实阅读是在看 作者透过这些字 他想传递的精神跟意思是什么 你只要抓得到那个意思就好 至于字也没有一个一个字读 其实不重要 我常常看书的时候 大家都说我看很快 我到底有没有看进去 有 他都有看进去 我其实没有一个字 一个字读 我会很快的扫过去 句子 然后其实中文的逻辑是很好抓的啦 就是关键字他就自己跑出来 然后我大概只要看一下这一段的关键字 我就可以猜他到底真的要讲的是什么 对 那除非那个领域我真的很陌生 我就得一个字一个字读 因为他在打我的基础嘛 他在打我的地基 理解的地基 可是当这一段期间过了之后 读同样领域的书我就会变快 哦 是这样子啊 嗯 所以阅读速度快不是是 只是去改变那个结果 嗯 而是你要能够从更根本的理解 你到底有多少的准备度 跟这个世界交流 是你在跟这个世界交流 是 你在决定要不要相信他 要不要跟他一起投资 嗯 不是 你被他限制住 好 然后 然后理解能力最好的训练方法 就讲给别人听 对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一点很重要 就是 如果你想要去 减合自己 我读完这一段之后 我到底有没有理解 嗯 最快的方法也就是 去找一个人 讲 讲给他听 对 然后如果对方听得懂了 嗯 你就是吸收了 对 而且因为很有成就感 我相信 我相信 对 对 所以 如果你希望自己在那种抓 抓 抓重点 抓重点 然后思考 更有系统化的话 我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工商服务 嗯 邱老师的自信表达力 嗯 他也是一个念书很快的人 嗯 而且他一次会念四十几本书 对 我还没有他这么快 这么广 我大概就是几本三四本在那边换了而已 嗯 嗯 嗯 他其实在这个自信表达力里面会讲到大家怎么去议题理由结论 对 你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也就是议题理由结论 只要抓这三个重点 对 对方一定听得懂 就是这本书的议题是什么 哎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那就是议题 那理由是什么 哎 他里面就是说了什么 对 但是我读了之后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你自己的哦 对 所以议题理由结论这个东西 如果你想要更知道怎么操作 你可以去上一下这门线上课程 那这边工商服务一下 嗯 我们就是庆祝 我们有一个季节限定 在四月二十八号之前呢 你你购买自信表达力的话呢 有原价的六六折 嗯 一六六六帮助你表达六六六 六六六啦 没有 六六六太多了 超六的 是 对对对 然后我自己服用过自信表达力 之后我觉得对我最有用的地方就是 其实邱老师在教的是思考 所以真的非常鼓励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们还没有参与这份 这门课程的话 记得手刀到我们的节目连结下方 嗯 就按进去购买咯 嗯 好哦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期待 下星期休假 下下星期在空中再会 拜拜 下星期五 嗯 下去 下星期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